莎娜 你看 这个到夏天了 我就忽然想到我小的时候 在这胡同里头 听这树上这枝丢叫 何等快乐 但是现在一住楼旁 这枝丢的声音听到就少了 我跟您说 我小的时候到夏天 跟您听到的声音 还真不太一样 是吗 因为我生活在内蒙古 然后一到夏天 爸爸又会带我去草原上 我听到都是牛叫声 马叫声 还有羊的声音 这是你印象当中家乡的声音 对 你看我们今天请到这位嘉宾 他不光那个嗓子好 歌唱得好 而且他记住了 所有家乡的声音 这也是他音乐的启蒙 他把这些都融入到了 他的歌声当中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嘉宾 著名歌手 大家好 我是刘大成 我身后这张照片 是我人家乡的声音乐 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我的老家 有一句老话 叫七十岁有个家 八十岁有个妈 到我这个年龄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和含义 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 我家的故事 把一首《母恩难报答》送给大家 也许你青春年少 也许你子孙满堂 一世平然双华 有那么一句老话 或许会让你眼泪哗 百山笑为仙 温暖逃荡 七十岁有个家 八十岁有个妈 八十岁有个妈 妈在家就暖 有妈才有家 十不够妈做的菜 穿不够我风的光 一生也开不了 回家就寒冷 天大地大也比不了 母亲的恩情当 母恩难报 谢谢大成哥 谢谢 感谢 感谢大成哥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你好 欢迎 欢迎 谢谢 谢谢 其实认识大成哥之前 一直都觉得 大成哥就是自学成才 可是了解他之后 才会发现 他真的经过了很多的勤奋 刻苦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绩 对不对 不能说是自学成绩 其实我人生当中 也有很多我的老师 所以这个人他成功 他没有平白得来 他必须要勤奋加上努力 是的